那咱们再去买点这个手榴弹 咱们去完成这个银行抢劫任务吧 这个时候咱们要扮演一个坏人 是吧 偶尔也要做的坏人嘛 好 我们先去这个武器店 买了五个手榴弹 然后我的狙击枪子弹应该还是够的 AK的子弹还剩七缩子 也还够 我们再买一个这个突击步枪吧 这是18000 95是轻击枪 这个是95-1是突击步枪 我们买这个贵的 差8000块钱 我只有一万五 我这是15万 那我再换点 我天我怎么又用了一个炸弹 不带这样的 我换成一个安全点 我这个手还有点生 不是想炸死你吗 来 轻击枪 然后呢 我们再买一些这个机枪的子弹 这个是95 轻击枪 是子弹 500块钱一缩子 再来换点这个500的硬币 OK 应该可以了 然后我们的钻石币是22个 我们再出去雇佣一些新的小伙伴们 抢劫坏人的金库 OK 让我们走吧 这些人能跟他说话吗 不能说话 没用 走了 这就是金库了 呗 这是这些人 这个工作的地方 走错了 金库在这儿 一条秘密通道 这咱怎么打呢 我想想啊 扔个手榴弹 也不知当的呀 先站在这儿 这是一个死角 先把它给解决了吧 35 好 搞定他 我被通缉了啊 还要有人请求支援 哎 我是小兵兵们呢 我的天 哎呀 我又死了 自己把自己给炸死了 天呐 这个银行这个结案的任务 太难了 我太难了 哈哈 不能这个硬钢啊 不能硬钢 咱们再去一次啊 看看有没有一个 简单一点的方法 或者说我抢完就跑的方法 然后我只要能逃脱 就可以了 是吧 走 这次换一个策略啊 小兵兵不知道还在不在了啊 小兵兵 为什么不跟着我进这个银行呢 他们可能知道里面 非常的难啊 好 走 这次咱们先不去惹这些特警啊 咱们先去看看这个怎么拿这东西 这是银行职员办公的地方啊 这边是一个秘密通道是吗 这怎么又有一个秘密通道 我的天 这是什么地方 非工作人员不可进入 这有一个门 这又是什么地方 哦 哦 这就是咱刚才来的这个通道的另外一面 好像是 走 那这里应该就是金库所在地了啊 庄前的箱子 这问题是我怎么把它拿走呢 要把它打掉才行吗 这我扔个炸弹行吗 扔一个先 哇塞 扔完直接开打啊 再生药数 快喝快喝 要死了 这完全不知道怎么打啊 怎么能把那个866D写的这个 这个这个保险箱给拿走啊